陣陣火光劃破夜空 中東情勢急速升溫 日前以色列襲擊使館事件 徹底激怒伊朗 14日大動作還手 發動無人機和飛彈攻擊以色列 只是高達99%都被攔截成功 包括美國 英國及鄰國約旦 都證實出動戰機 擊落物體 尽管約旦外長強調 擊落行為是為了自我防衛 但伊朗對約旦露下狠話 若敢與以色列合作 約旦就會是伊朗下一個轟炸目標 為怕衝突情勢升溫 約旦已經緊急關閉空域 同樣搓淚彈的還有埃及 外交部呼籲各方 保持最大程度克制 約旦跟美國關係非常密切 因為美國目前還有駐軍在約旦 當然埃及長期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是比較密切 學者認為中東情勢已經演變到 斷旗難收尾的階段 得靠他國介入調停 才有機會降溫 周邊國家壓力山大 一舉一動 不敢大意 就怕一不小心擦槍走火 三立新武林將見徐郭恆綜合播到 先驚訝 字幕組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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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